成都 是一座被河流拥抱的城市 192座桥穿插其中 700多年前 马克波罗把成都称为东方维尼斯 成都还是座公园之城 以前100座公园覆盖全城 我喜欢运动可以用脚步 经文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肤 卫星我在网上看了你很多视频 我家就在附近然后我经常在这儿骑车 成都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环球中心 那在它的旁边是世界最长的城市中轴线 而在我们脚下 这条绿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绿道 卫星的爷爷是一位厨师 妈妈也很会做菜 小时候 卫星就喜欢尝试不同的味道 一些有关美食的漫画 散文 小说 都满足了它精神神的食欲 从小特别爱吃 就是特别爱吃各种地方的美食 然后也想尝试自己去做 所以我在上班一年以后 我就去那个时候叫四川烹饪的学校 去学川菜 为什么川色的道工这么讲究 川菜其实讲究的是百菜百味 一菜一格 就是每一个菜它需要食材的形状厚度不同 才能凸显这个口感 先把它切成几个大块 大块 这个明显比就是刚开始切的时候要薄一些 其实我们不是比它的厚薄 而是要每一片都是一样的厚度 比如说我们一份土豆或者一份藕 它的藕片的厚度可能是三毫米 它就每片都基本上是三毫米 不会有特别大的差距 这个是我们对高工的一个考核要点 雷星曾平和 但对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种肺腾的热情 雷星当过技术员 开过奶茶店 到过星级酒店厨房实习 经过无数次尝试 最终火锅实现了它的美食梦想 很多火锅更温婉柔和一些 柔中带肝 成都市区有十万多家餐厅 光火锅店就有三万多家 最夸张的时候我那一年吃了有三百多 因为我们底调里面用的很多农产品 它每一批次之间 由于气候、湿度、温度、光照程度的不同 它会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要陪朋友吃 然后新店开业要吃 然后平时每天下午可能品控 还要让我们去测试 身体上还是会有一些负担 因为摄入的油脂还是比较多 年轻人还是应该多运动 因为我觉得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多巴胺 也会让人很快乐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 从生下来就在一个幸福和平的年代长大 才有底气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精彩 这一代是幸福和平的年代 雷欣为了更好的打开市场 营销品牌 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目前雷欣已经是工商管理再度博士 这个是鸳鸯锅 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 一般都是一半一半 然后左边吃辣 右边不辣 这个很特别 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圈 这种鸳鸯锅叫子母锅 就是它的白锅部分很小 就是为那种一群朋友吃火锅 只有一个人可能吃比较辣的准备的 成都好像有一个火锅巴士 对 可以在公交车上吃火锅 这个是真的吗 对啊 带你坐上大巴吃火锅 边逛成都边唱歌 谢谢好多好吃的 成都火锅的油碟 就是它的调味碟 这个 我觉得真的是火锅代表了这个炒素的多样性 老板 happen 崇祝 然后 还遭下 好 还是 带走的只有你